这次知识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纳普林 纳普林中外任何人 纳乌勒斯 我们刚刚已经在酒店里面收拾完了 然后呢现在就先去他那个地铁站 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趟的这个Vlog吧 都会隔得那么远 因为我现在烂脸烂得很严重 所以呢隔远一点 会看一下视觉上面观感 那我们就先走到那个地铁站 然后呢我们 我们现在呢就是走到了这个市中心 打算是下到那个地铁对吧 对那个地铁的那个地方去拍个照去看一下 我现在从烂脸都不说话都不是那么的资讯了 反正这一条呢就是一个商业节 就我觉得人还是挺多的 我们现在进站了 现在打算去富人区 你只能这么远远的看 因为觉得它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你近看着呢就是向厕所的磁软 最后给大家看一眼 马赛克 马赛克就是地铁站 到了 我们现在呢要去的那个山呢 第一什么什么 对叫 嗯 叫 Pugomero 有钱人呢都住在那个山堡上面 但是你在那个山上吧 就是主张的就是可以看全景 我们现在上去的话呢 应该就是没有夜景 就是纳破里风轻的南部的景象 但这个车还没来 可能今天是Vera Gosto 中文怎么说 八月节 What 圣母升天日 八月开宅节吗 对 哦对 圣母升天日 所以可能圣母还没有升完天 所以我们的车也不能来 那我们就先等车咯 我们的车 我们从那个地铁下来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纳破里的这个车展 对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么像那种七八十内派的游戏厅 南部人民的生活我觉得还是挺独奇的 我觉得美北有什么机会 这是�� 和我刚刚那个地铁上面 简成那屋为倒啊 可让人胜头了 我们现在就先出去了 我得今天找到哪个门出去 看哪个门 David 员 steady 就往哪个门进去吧 我们现在正走到看全景的地方 远处的那个看到吗 远处的就是维苏维 哈喽 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嫌弃我说哈喽 不要嫌弃你干嘛呢 对你不用嫌弃我 这样是最好的 现在几点柔 11点09分 因为今天是最凉快的一天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去那个visoubio 爬完之后呢 再陪着他去那个旁边 虽然说我已经去过了 但是呢 谁让你出来那么晚 再说吧啊我们先去爬火山 就趁着今天天气不是很热的时候先去爬火山 然后我们现在呢得要走到那个火车站 然后去坐火车 等到了火车站之后呢再跟大家说 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火车站 给大家看一下 再去文苏和宝贝的这个 不是宝贝是宝贝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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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也不算火车 只是一个像环线一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环线是什么鬼 环线 环线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做环线的东西 特别的破 就多破 跟防空洞一样 对就是跟防空洞一样 对小姐姐先去买的票 我忘记拿我的那个 治烂脸的药了 然后又冲回去 我现在真的就是跑得不成人样了 我现在在等着下一班车 等到今天过后就很热了 所以我们今天先去爬最热的火山 热的时候我们就去海边晒太阳 可是我还不能晒 我只能可能就躲在这个3D下 哎 行了等我们的车到了之后再跟大家说 我在手已经快取酸了 我们现在呢 北内上的这个 这个火山的这个大巴 明明我们买的是1.2%的 对 但是我们上来的时候就是 它自己超卖了 然后它超卖的话呢 我就说那可以退我们一个人的钱 但是另外一个人呢 就在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然后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 回程的时候呢 反正就换我坐去去上 我司机提示的这个很好的建议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想说黄金视角 我们的围苏位就在路远子 冒着妍儿的那一面 我们刚刚已经从大巴上下来 这个速度也好凉快啊 我们现在打算去那个地方坐着把中午饭吃了 我认为已经快饿到前程贴后背了 这边大概有这么大一个面包 可是我觉得我根本就不会进去吃的 当你当做干粮 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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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面应该挺难吃的 当然就有点湿感 吃完了之后才可以吃药 现在湿快吃 这个面 看哪一吃 这咋的呢 你给吗 请说一下对这个面的感受 刚刚我们吃完了 对它的汉堡其实还好 但是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面真的是 时尚最难吃的面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鸡面 感觉就是难吃到人生共分 现在就开始爬火山了 我感觉这个路好难走呀 我怎么感觉我已经开始累了 你们看它爬的多不容易 其实我在后面跟的也很不容易 简直是爬一步推两厘米 我们已经快到达中间了 给大家看一下 纳破里海湾的这个海岸线 云层就浮在我们的半空中 我们刚刚就是往这个 这个洪水的山路上是上来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中文叫微酥 看见上面了吗 其实上面应该是烟吧 我们已经爬到了终点了嘛 然后肯定可以发表一下对于这座火山的一些看法 我以为底下是那个可以鼓鼓鼓鼓的眼睛 可是我发现里面只有火山了 现在呢就是打算下去了 下去的途中 如果还有时间了就可以拍照 因为我们是四天公车 现在差不多三点 三点多 三点 我们要快走 我们刚刚呢一路狂奔着 冲到了微酥微的下面 然后啊 他刚刚都换鞋子里面的沙 然后我们现在呢正在等着这个 坐这个大巴车回去 好我们现在去找大巴车 一路就是那种 狂奔下来 这样去花了一个小时 下来花了20 就是怕赶不上 旁贝古城门口你买那个车 它那个bus它就是属于给你来回嘛 然后来回的话呢 它给你上车的那个时间 和回来的那个时间 它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一定要按那个时间去上车 我为了赶上那个车 就一路狂奔 然后现在要去上大巴车了 真的已经快牺牲了 阵亡了 好的 等我回复一下元气再跟大家说 再见了 喷不出岩浆的微酥微 喷得出来我们估计也上不来了 我被内西的几个大帅 甩得就是特别难受 现在呢就回纳破里 回到纳破里之后呢 就去带他逛下那个 就是纳破里海岸的那条线 然后现在正在这个 旁贝的这个火车站 等所有人都开过来的车 我真的已经快要胜亡了 我去之后再说吧 我们现在要过红绿灯 但是大家请记住在南部 过红绿灯 请按钉 你不按钉钉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红灯它就不会变 这小路从我16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修了 南部人民永远都是在维修当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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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午来吃了一家 不知名的一家店 我点的是深海鲜 然后它是渣海鲜 因为我不能吃奶酪那些的嘛 所以我就只能点一个经典的巴巴 它的呢是那个奇拉米酥的 然后我的就是原味的 这个就是反正配着郎姆酒超级好吃 好 好 好吃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我们今天呢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那个Sorento 还有那个Pusidano 我们今天就是得要下水 然后先去到Sorento 然后做Sorento之后呢 还要做那个环山大巴 去到那个Pusidano 第一次去Pusidano的时候 做那种环山环山大巴的时候 我就快吐了 然后为了防止不吐呢 我就全程就睡觉 回城的时候 我坐的那个大巴呢 我前面有一对就是美国夫妇 带着两个小孩 一般的妈呢 都是比较照顾孩子 当时那儿子要吐的时候 那妈就拿手接着 那时候儿子坐在他妈手上 他妈本来不想吐的 一看到那个就说 Oh my god 我们那现在呢 已经买了车票了 这个11点钟的 其实去Sorento的这个船吧 你要不就是5点钟的 然后要不就是那个11点钟的 所以说怪我 确定不是你太不蹭吗 怪我 但他真的知道 也是你木槽 对怪我 这个水好脏哦 对 而且我觉得那些人特别没素质 他里面那么多垃圾 所以说大家床 要出来玩一定要注意 东西不要乱扔 那我们现在就等着上船 等着上船之后 再跟大家说 你看他像不像没有船艺 那这么一看的就是穿着的 这么一看的就是没穿 这个就是我们的船 我们终于下船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Sorento了 你应该开始唱那首歌 不是有首歌里面有那个Sorento 重归Sorento 开始你的表演 我忘了我不记得 我感觉今天人还挺多的 大家好多人都是那种拎着箱子的 来到这的 不像我们是住在那个纳普 人家是来游戏的 我们是来Farangiro的 因为Sorento我们要随便上去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走他那个 特别特别有名的那个楼梯上去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爬的这个楼 我们要一直爬这个楼梯 爬到最上面 是不是看着就很酸爽 爬上来了 这个 这个是Sorento的观光车 我们就是从最下面这个地方 一直爬上来的 现在爬到了Sorento的这个高点 又爬到了市中心 刚刚本来说想拍点照的 但是其实也拍不出来 我们就先去餐厅吃东西 但是为什么感觉现在人都没有 对反正就是这一家 我们现在呢就在我 就是每次来Sorento都会吃的一家店 然后小姐姐不知道现在是 你是饿了吗 还是渴了 反正说进去里面 但是进去里面的话 没有空调对吧 空调就坐在外面 刚完全挺好的 我们坐的这个地方 其实视野还是挺好的 就是外面你能看到市中心 我们的面上了 我的这是海鲜面 你的这个是什么面呀 西西里面 然后这个是面包 哇这个柠檬汁超级好喝 我去这边的特色 我拍一下你喝它的时候的药 你最好需要看 你在玩我 没有 我摸摸的拿起来拼擦一看 喝火吗 是不是觉得像你姐妹尾 像现在这头 上头腊脖子 上头腊脖子 霍香正气肺 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呢 现在走去那个 那个火车站那边 去坐拉石头 第一发把那个炸的了 第一发把那个炸的了 我们现在就是 准备去一个火车 我记得说这边是可以看到它一边 我们终于从大巴车上下来了 已经坐到快军车了 然后那个司机吧 他就拉到了一个就是我之前从来不会下车的一个站 算是把我拉到了一个之前没有到过的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那边就是波西大路 然后下面呢就是那个海滩了 我们一会呢就要下到海滩上去 你必须要欣欣 我们现在已经在海滩边上了 我们争取去里面的私人位置看看有没有空的 好热呀 我刚刚就随便帮他拍了个招 我现在就已经浑身大汗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吧 它其实都是那个免费的 就你只要带着块毛巾你都能进去 但是其实私人的话 他会有躺椅呀 然后也会更舒适一点 而且我现在脸不能晒太阳嘛 所以还是能够去躺椅的这个部分会更好一些 这边是不要钱的 这边是不要钱的 这边里面是要钱的 那我们还是去里面要钱的吧 前面那排的话呢是25块钱 然后后面那排的话呢是25 22块5 我们觉得见来了 那就还是第一排吧 我现在已经预感到就是我跳海之后 当我的分鸡也熟掉 然后就会暴露我的烂脸 因为就是医生跟我说嘛 我现在脸部状况就是不能晒太阳 我们去维苏里的时候 然后那个司机就还跟我说没事啊 但是你这种情况你应该跳海 跳到海里面你再是太阳 然后那个海水可以消 就是杀菌消炎 我说算了吧 我说万一把点手拦了怎么办 我今天头发怎么这么奇怪 还睡很鲜 还睡很鲜 我们刚刚已经往海边回来了 然后现在呢就是 这时间也差不多一块六点钟 我们也该回去了 所以呢我现在先带他去买一个 就是这边比较有兔色的那个冰 我们最后呢就是买到了这两个柠檬 超级贵的 多少钱? 8欧一个 这家店就觉得外面那个有写的名字 叫什么? Bra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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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们现在就是要吃这个冰 然后马上去赶车了 好 那等咱们赶上车之后再给大家说 我们爬了无数级台阶之后 他已经快疯了 我们现在呢就顺着这个路 Sanitieri 然后在后面小英文 我们过来过来比较渣的有东西 和其他的的话呢就是无数级台阶 然后一阶一阶的往上爬 给大家看 又是有这么多级台阶要往上爬 走的就是有点失去记忆了 虽然我来过三次 哎呀 这块 谢谢 爬上去之后再跟大家说吧 我也快有点奇力 奇力痛苦 我们已经下船了 昨天的船呢上下晃 今天的船呢左右晃 我发现我真的是每次坐船就没船 现在到哪了? Capri 现在要继续调整一下状态 开始尽情的玩了 这就是我们正在走过的Capri 那边的话如果你想坐那个游船的话就往那了 OK 那我们要往前面进发了 我现在在排水队等着这个巴士 因为我们现在要坐这个巴士 直接上那个Anna Capri 就从Anna Capri直接下来去那一个南洞 我们一会就叫做这一种小游舟 我们刚刚从这张小车上面下来了 我们现在呢要去坐车前往这个蓝洞 我们呢已经到了就是蓝洞的这个站 然后现在我们要走下去等着坐船进去 然后现在下面人真的超级无敌的多 有船出来的那个地方 就是蓝洞的入口 我上次就是坐这种船过来的 我上次就是坐这种船过来的 我们终于胜利在旺 我们终于胜利在旺 终于过到了 应该就到我们了 我们去这种旺盘 我们去处理的旺盘 鞋开了 我们去处理的旺盘 我们去处理的旺盘 现在是这个游船 我们去处理的旺盘 我们去处理的旺盘 这对情侣 没大事 我怎么玩好口啊 这对情侣 你跑了很不便 嘿 屁股 我的屁股 我们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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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屁股 站在屁股 因为全屁股 它不触摄到滚 它是水 字幕 做摄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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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我rum 好 啊 啊 我们刚从南洞出来了 我被那个船摇得差点没出 所以现在我有需要喘口气 再找点东西吃 这个土狗又点了一个酒 他明明昨天就喝醉了 你看这是土狗捡 我去点了柠檬汁 我本来是让他点了一个 Ravioli Ravioli Caprese 就是那个Caprese 这个色的那个饺子 但是他不想吃饺子 他看日本人的那个海鲜面 说他马上就问他 刚台的食物在里面 所以他点了一个海鲜面 然后我点了一个那个Vungoran 我现在也不能吃饺子 我马上吃一吃饺子 他还可以吃一个 他这儿有一个 有太普通的那个特别的饺子 我如果今天也吃一下 所以我觉得吃个这个也还不错 我们的面来了 这个就是Vungoran的那个面 这个是他的海鲜面 我们刚从餐厅里面出来了 然后现在呢正在走去那个 奥古斯丁花园 地图上说我们的要走五十多分钟 他已经应验了我的预言 刚刚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点了那个酒 然后我当时是不是悄悄地跟你们说了 他一定会红尘猪肝脸 所以你真的说了吗 反正我现在就是红尘猪肝子了 全身都是猪肝子了 然后我现在走路就是头是晕晕的 这条路走的还是挺舒坦的 就是一路上花花草草 还有海景 一会呢要是遇到美的景色 还可以拍一个猪肝脸 穿过这里我们就可以到达CAPRI 所以就全部都是一些下坡路 我们已经下了无数级台阶了 真的已经快走断腿了 前面还有无数的台阶 我已经不知道我们是还要走多少台阶 才能过去了 它的下面已经快疯了 我们从最上面那个地方 爬到了这儿 然后现在大家能看到 我们其实已经快走到 纳普里市中心了 好歉纳普里市中心 所以说错了 CAPRI市中心 我现在整个人就是毫无形象的在这爬 我这头发就是全部往上挂 这个人已经走到背包就全部 小包都拿来扛着 单肩背包 背上顺肩背包 背上炸药包 谁搞的这条路 你看每一个台阶跑 这条小腿长 谁带我小腿太短吗 祝我们好运各位 我想对你做一个采访 从最高处爬到下面是什么感受 不要叫我小姐姐 请叫我悬崖下的记忆 谷歌地图上面显示11分钟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走了两个小时了吧 可能也没有一个小时 差不多 真的感觉就是 每次出来玩吧 我都是在挑战自我极限 今天拉着小姐姐一起挑战自我极限 还好昨天我们没有在 Positano徒步 看一下 我们就是从上面那个山头 一直走到了下面 我们是不是非常的棒 棒棒 棒到我已经无法呼吸了 等到了目的地之后再跟大家说 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 我们上到了市中心了 我们刚刚就是从那边的山头 Ana Capri的山头 然后一直途径就是这么走 然后走到了现在我们所在的这边 Capri的市中心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 Augustin花園了 他现在头上顶着两点帽子 然后我先把这个 Bremuda喝完 然后呢就继续在这个里面逛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从那边的山头走到了这边的山头 我们真的是 太厉害了 谢谢大家买Urban Deep K的这个病床盆 无论你怎么流汗它都不会滑 你看我们现在精致的状况 我们从山上面一直收下来 我们从山上面一直收下来 赶上了这一趟七点过十分的车 狂奔下来的 我们现在就是崩脏 对 我们现在就要做出大渡轮 简直就跟拉烦人的一样 这种就是车都可以进去的 然后我们现在终于赶上了 真的 他还要一直往马多里面包 我在后面狂喊他名字 后面的人就很奇怪 还看着我 我们现在呢 就是终于来到了就是 这就是 跟拉普里最好吃的一家里 一家店 我来说是让我们等一个 一个小时再让我们 就等了可能 起床是二十分钟 下去的组织吧 然后现在就在等着 那 但是呢 应该还没有来 以我们的点餐 我要说什么呀 我现在可能有点饿 肥脑都有点快点吃 我应该就是那点一个 要不就是不带奶的披萨 要不就是上家写的这个 豆腐披萨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披萨来了 这个是我的 纯素食主义的披萨 然后上面是豆腐 然后那个是他的 就是最经典的那个披萨 披萨上面还有那个 水牛奶酪 我的个妈呀 好好吃呀 好刺激 因为我们是下午的火车 离开纳布勒斯 所以最后一天 我们先在酒店办理了行李寄存 然后就来到了市中心最好吃的甜品店 这家甜品店我真的是百吃不厌 尤其是纳布勒斯特色的爸 纳布勒斯的甜品都非常好吃 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和胃口的话呢 都可以多尝尝 总之呢 纳布勒斯对于喜欢意识甜点和披萨的人来说 绝对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南部城市 这个呢还是我的那个Buffer 然后这两个是他的 这是他的维修 我的火山 对帽子奶奶的那个维修 我们要拍一下我们的英雄 你看我到他都擠出来了 少姐姐很英勇的 我刚没本事挤进去的咖啡 他虽然把他要来了 这个是他的那个咖啡 Cambrius 然后我的这个呢是爸爸 但是我点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觉得 对呀 因为我不能吃奶油 所以我这个我最后 我都要把奶油全部挖给他才可好 从Cambrius出来之后 我就又带他去买了 纳布勒斯的特色油炸披萨 其实就是在正常的披萨面饼里 放入番茄奶酪和火腿之类的 然后封口放入油锅里炸熟 刚出过的那个滋味 闻着都可香了 我们的这趟旅行 就是在美食中结束了 最后一天的片段 就用配音的方式给大家呈现 希望你们还喜欢 那咱们下个视频见吧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